我们作为台湾亲眼 我们老把台湾带回家 我好像真的找不到工作了 不想一斤都妥欠 那你基本工资还不更妥欠 我都已经要付费上班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越来越多中国人拍片抱怨 被欠薪或是找不到工作 那这些行为都被小粉红给痛骂了一顿 毕竟这是给境外私立地刀子 打击到小粉红到处吹牛逼的信心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第一部地刀子的影片 我好像真的找不到工作了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心里话 在我失业的这大半个月以来 我每天都投简历 不死 前程无忧 我每天都投几十家 我甚至还花六十多块钱 看了个会员 每天刷新我的简历 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用处 全部都失真大爱 要么是已读不回 要么是根本就不看消息 我完全都不知道怎么办 虽然我每天表面上都嘻嘻哈哈的 但是其实我很害怕失业这件事情 不怕年前找不到工作 那过年我家该怎么办呢 但是我更怕年后也找不到工作 如果年后大环境依然不好 我还是找不到工作 那我该咋办呢 我就是觉得 我不甘心呢 寒窗苦度十几年 难道最后的结局就是失业吗 我感觉那些我引以为傲的曾经 现在这一刻显得多么可笑 我竟然都找不到工作 我到底该怎么办 小粉肯定会说她是台湾的演员 对吧 随便你们 但是我早就说过了 中国现在是失业力大增 连基层找工作都非常的难 那台湾是工作缺工 很多基层的岗位职缺 很多很多人不愿意去做 刚刚这位上海女士提到的 BOSS求职网啊 我刚好也去搜了一下看到最近啊 你们中国上海的麦当劳 跟真人给的薪资条件是怎么样 来看一下吧 每小时15到25人民币 换算就是每小时66到101台币之间的薪水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截止日期 是2023年的12月31号 所以小粉肯不要再说这是造假啦 接着我们看上海其他 麦当劳给的薪资条件 你看有的每小时15到25 还有的每小时20到25人民币 还有一个月薪水只给两三千的 上海最低时薪规定啊 要24点多块对吧 你给到25才算符合标准 2015的都敢公开的贴出来在求职网站 一个月的薪水 2000到3000 上海一个月最低标准 然后是2500还是2600多块吧 2600以下是违法的 但是他还是开出来对吧 即便是3000啦是多少 一万三一万四台币怎么活上海 但没有办法他们就是有能力活嘛 所以小粉肯是否该出征这些给境外势力 递刀子的企业或是员工 这不就跟我们平常说的资料都是一样的吗 我随便看台湾的同类型的麦当劳 基本上一个小时177块以上 大夜班232块台币以上 换算人民币40到52.7块之间 那上海各类物价房价平均起来又比台北贵 有啦交通跟一些基础的美食是比台湾的便宜啦 一些什么街头小吃啊 学餐那些确实是比这个台北便宜 但除此之外啊 你在上海你要吃一些比较精致的什么减餐啊 精致下午茶啊 这些你通通都比台北还贵 租个有品质跟台北同等的房间来说的话 上海又是比台北贵 那我们就讲一个台湾最低最低的标准嘛 即便是六七千块人民币在上海这样生活也是非常的难啊 那我想问一下 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按理来说你薪资条件跟这个人均都比台湾低 那你物价应该也要比我们低吧 而不单单只是有几个面向的物价是比台湾便宜的 你应该基本上是全面的 像是这个什么正常连锁店的手摇店啊 奶茶店啊 上海也是比台北贵啊 那好比法国奥地利跟这个北欧那些国家啊 人均啊跟他的中位数啊 还有平均数薪水都比台湾高对吧 所以他们的油价水电啊 交通啊外食啊外送啊 等等物价相对来说又比台湾高出很多 但中国今天不是西欧北欧中欧啊 你的薪水没有我们高啊 所以你们的钱哪去了 中国的个人税跟这个企业税 还有消费税还有物险的益金真的占比太重了 而且很多这些啊事先扣才发给你 除了物险益金你会知道之外 其他你基本上不知道 中国整体的消费税 还有那些企业税 租务实际加一加全部的税收 你堪比欧洲啊 虽然没有到欧洲 但是我觉得有接近欧洲的趋势 但你的福利是非洲的福利 你在笑死人吗 你这样还要台湾回归你什么什么鬼啊 接着我们看下一个地道子的影片 物险益金都拖欠 那你基本工资还不更拖欠啊 他明显能把工资给你发出 因为工资就只有三千块 现在我已经准备辞职了 然后都要已经要付费上吧 你现在一金更高是不是 没有 公积金双编才一千块一个月 这都能拖欠啊 没有钱啊 然后医保是拖欠一个月 东西边三千 公积金欠交两个人 到底怎么了啊 真的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就奉劝那些在银行里面 想要出来考编的 不要选事业单位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除了江浙户北上广这种大的地方 可以拼一拼 其他的全部不要选 我现在已经准备辞职去南方打工了 我一个朋友在招商的信用卡中心 他说一年能赚二十个 我准备去试试 姐姐我还没有跟你吐槽完 还有 已经要快要付费上班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CCP 就是你前面有没有挂那个红色的logo 现在要包保要扶贫 然后让你去包保了一户农民 去给他扶贫 然后你要去看望他对吧 路费 车费 交通费 还有伙食费 你自己承担 你去人家去看望这个平衡户 你不能空手去吧 你是不是要买点东西过去给他 这个东西要你自己掏工资买 去买完东西给他了 不让你拿走 你肯定要给他 不可能拿走拍了照 拿走太磕了呀 之前有其他地方 就是因为这个买完这个油 给他拍完照拿走了 因为这是他自己买的嘛 然后就上了新的热搜 我不是编剧 这是真实情况 昨天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心愿单 说下面基层想要这些东西 让大家想办法去弄 拿过去了一只羊 想让它去繁殖 然后隔了半个月打电话 领导啊 有没有空 过来吃肉啊 大家有没有注意看那个评论区啊 很多网友都说 太像了 我也有遭遇这样 我们的国系 我们的公司都在拖欠我们的薪水 你看这个 这个还是台湾的平台嘛 全部都是台湾演员 我觉得这个老兄有说出一直以来的一个疑惑 因为我们之前都知道说看到很多这个中国拿去摆拍的 然后最后物资拿回来对吧 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物资是你让基层人员掏自己的工资去买的 难怪人家要拿回来 因为这不是中央或是地方政府的钱啊 多坑啊 搞不好你还跟中央跟地方报公帐 报公帐再收进自己口袋 然后你再叫基层员工自己去买这些物资去去探望所谓的贫困户底层 哇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中共做不出来啦 而且这个状况其实两三年都传出了不少对吧 但小粉丝视而不见 这种事情发生在台湾早就民进党下台了还拖欠工资了 可惜在中国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而中国越是缺什么越是宣传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从2023年的7月开始 中共发布了民营经济31条 8月1号又变成改革28条促进民营经济壮大发展 9月22号又又改成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2条举措 前天11月28号变成民营经济25条全方位强化 金融支持力度朝令夕干 这就是没有头绪怎么做才一直变来变去 因为无从下手 所以啊就一直宣传 好像政府有在做事 让小粉丝觉得稳中向好 这让我想起大清末年光绪与六君子的戊虚变法 不要以为这全都是什么慈禧的问题啊 这所谓的戊虚变法心愿是好的啊 初心也是好的 希望大清能治强繁荣跟上西方 但实际上的做法呢 光绪这个啊跟六君子啊 也是只会皮毛啊 朝令夕改 他们全部都没有经验嘛 那最后搞了很多地方的官员都非常的头痛 这个月学好新的办法 你一道命令又来又废掉 变成其他的做法 好不容易第二个新的做法 我又学起来了 你又给废掉 你又说要改哪里 下面的官员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而且那个年代通讯更困难 对吧 你好不容易学好你一个过来 往返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了 更往南的 那当然时间越久 而这个局势啊符合现在中共的局势的一小部分 那其他部分呢 有机会再聊啊 结果他又不知道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人啊 上了中共党媒央视旗下的节目看台湾 说什么 希望经过他这一段的努力让台湾回家 让台湾回归中共国的怀抱 让咱们来看这段视频吧 我们作为台湾青年 我们要把台湾带回家 中国一点也不能少 我们台湾分裂了那么久 我们作为青年 我们这一代的缘务 就是要让台湾回家 我不知道你是有被人家 拿枪在后面逼还是怎样 你为什么讲话 就人生机器人 我希望台湾回归 我看有些网友呛 这不是台湾口音 绝对不是台湾人 对啊你为什么讲话要这样呢 我想说啊中共也没那么智障啦 这个人你肯定是台湾人 你肯定在台湾出生了 然后可能小时候就去中国生活 或是你在台湾出生 在台湾工作了一阵子出社会之后呢 到中国去工作 去定居好多年的台湾人 所以这个口音发生的变化 非常的正常 你看一些台湾的艺人过去中国 谁的口音没有变一点这种生意啊 有点卷舌啊你知道吧 一定会有的嘛 那里面最让我疑惑的点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中共机构邀请的人 都很爱说自己是青年啊 或是什么少男少女啊 先前那个六十几岁的什么台湾人大 说自己是台湾女孩跟台湾少女 现在这个看起来是中年大叔的人 说自己是青年 对不起啊 连我29岁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是青年了 中国经济鸟成这样还统一 你在搞笑吗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堆人 在网络上说什么 自己的城市房价暴跌 你看这个长沙 一平方米啊 从13800块降成9800块人民币 整整掉了4000一平方米啊 再次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平方米跟我们的平 我们的平是有土部的啊 这不一样啊 他们3.3平等于我们的一平 那深圳也是啊 跌幅了50到68%之间啊 现在深圳还推出什么 第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至40% 结果就被网友呛啊 你在没有水的泳池里面调整游泳知识 是一件非常滑稽的艺术行为啊 但还是有台湾人看不懂在PPT上问 照PTT理论 房价大跌就会很多人进场 为什么中国没有这个情景呢 如果房价大跌 年轻人会一窝蜂的买房吗 你看他说照PTT的理论 就代表PTT上很多人在讨论 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蛮搞笑的 房价跌是结果 它不是原因 是什么原因造成房价跌 通缩嘛 消费力度减弱嘛 市场冷清嘛 经济不好嘛 钱不流通了嘛 资金链断供了嘛 失业率高涨了嘛 请问你经历的这些 房价跌了 你还买得起吗 你薪水一个月4万通缩 然后砍薪了 失业啊 你薪水变1万5 2万 房价也跌了 但是问题 你买得起吗 而你父母买的房子 你阿公阿嬷买的房子也跌了 当年他们如果是1000万买的跌了40%加上通膨 你的房子就剩600万不到可能剩550万 500万你还要加通膨 就是那个逐年的通货膨胀上去对吧 更何况中国真的情况非常的特殊 它是一个极权国家 还大搞学区房又盖了一堆楼房基础建设 去冲它的总体GDP也好 人均GDP也好 所以中国房价为什么之前可以如此高到这么夸张 而没有相对应的福利待遇 或是相对应的这种环境 现在又跌成这样 你就知道了嘛 灌水灌已经太大太满了嘛 资金的一段 诶原本的那个样貓全部出来了 拜托啊 当台湾房价大跌的时候 我跟你说 你父母跟你长辈肯定先出来哭为死啊 而且你还会面临失业或是赶薪的风险 这个失业是你要找基础的工作还找不到 我们前面看到那个麦当劳 上海那个麦当劳 在增15块到25块之间的底薪对吧 那有人就会说你这个上海失业的女子 你有工作就去做吧 麦当劳你也去做吧 称一下吧 问题是什么 内卷啊 今天两个人来麦当劳面试 你跟经理说 我就按你说了 25块 你给我25块 你旁边那个说我24 那你怎么谈 我23 我22 那我21 我20 我3块就好 你付我3块我上班 这就是内卷啊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开15你也可以去做 你还要继续在内卷下去啊 因为有人比你更捡 所以这也是中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啊 而且你还说什么呢 卖房 你连房要卖出去都卖不出去勒 到时候连国都住不起去旅游了啦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班牌 下期见啦 掰